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三国茶馆 我是说书人刘裕 有道是乱世再走 演技要有 在三国生存 总是需要演技跟手段 今天来说一个大胆的话题 曹操跟刘备 到底是谁比较爱演 谁明明有野心却装模作样呢 这主题我早就想谈了 只是怕一次得罪两边粉丝 不过今天我决定正面挑战 首先有感谢赞助厂商 隆重介绍 三国制战略版 由光荣特库膜推出的新作 现在在手机上就能享受游戏 我自己很重视美术立会的部分 三国制战略版继承了系列作的优点 谋成 武将 女将都有鲜明的外观 而且各有特殊属性 喜欢三国的玩家千万别错过 影片后面还有更多介绍 回归正题 三国的两大巨头 本来就是曹操跟刘备 那个票房毒药孙 先不要说 连名字都不要说 通常一说到他收视率就掉下来 今天的主题是曹操刘备比一比 有人说曹操 也有人说 刘备打着仁义跟匡扶汉士的棋子 都是骗人的啦 那到底谁才是大骗子 我们翻开史册来检验 首先从刘备看起 毕竟有太多人说刘备就是卫君子 真的是这样吗 说到刘备虚伪的表现 第一个想到的例子 大概就是散让徐州 刘备这个流浪军团来到徐州 而徐州木桃籤并重 临死前把徐州托付给刘备 刘备的反应是推辞不受 是就让观众想吐槽啦 刘备别再演啦 超爽的耶 路过就捡到一个徐州 不过各位有没有想过 这是演戏吗 刘备可能是真的不愿意接受啊 徐州在群雄割据的中心 曹操先前才搞过徐州大屠杀 周围又有吕布 袁术 孙策等威胁 这是个自占之地 刘备退让也很正常 而且他并没有让三次 那是小说的写法 历史中 刘备提出说 何不让袁术原公路领徐州呢 结果徐州的成灯 北海的孔荣 都出面深渊刘备 孔荣更说出名言 原公路哪里是忧国忧民的英雄 他只是坟墓里的枯骨 不必在意 今天是徐州跟百姓选择了将军你啊 刘备不再推辞 成为徐州的主人 整个过程与其说是演戏 刘备更像是在衡量 该不该接下这个烫手山芋 然后他看到许多人站出来支持他 包括在徐州具有影响力的成灯和弥足 甚至可以解读为 刘备就是在等他们表态 如果没有在地的力量 你当徐州伯根本没有用 刘备很可能是经过认真评估 才决定接管徐州 我这样讲 好像不是在帮刘备讲话 把他说的心机更重了 但这比较接近历史的刘备 请忘掉三国演义中那个爱哭鬼 那个谦谦君子的形象 刘备本来就是喜怒不形于色 是个自带霸气的老大 而且他擅长看情势 除了让徐州事件 之后的荆州事件也是如此 刘表的儿子刘从 举荆州投降草草 人在荆州的刘备 很晚才得知消息 遭到朝军追杀 诸葛亮曾提议 可以举兵攻打刘从 直接拿下荆州当作耿机 刘备回答说 无不忍也 我怎么忍心呢 荆州的价值当然很诱人 不过这又是一个四战之地 刘备若攻打刘从 就算短暂吞下荆州 草草大军南下 你还是挡不住啊 诸葛亮毕竟还年轻 如果要说对危机的敏锐度 逃生的经验值 刘备可能更胜一筹 所以刘备那句 无不忍也 真的是听听就好 我好像一直在说刘备是心机鬼 其实不是哦 评估局势本来就是乱世生存的法则 如果刘备是傻乎乎的老好人 根本不用玩了 这个困难模式的游戏 它早就灭团了吧 有人说刘备寄人篱下 却包藏祸心 对刘备父子不义 那更是笑话 假如刘备对谁有亏欠 顶多也只有一个人 就是刘夹 而刘备跟刘备是合作关系 刘备驻军新野 替刘备对抗曹操 哪有什么对不起刘备的地方 反正是刘从才对刘备不义吧 刘从投降曹操 刘备完全不知情 只好带军队逃亡 临走前刘备瞪了刘从一眼 刘从吓得站不起来 许多荆州人士抛下刘从 跟随刘备 刘备就这样带着十万军民百姓逃亡 十万人路跑演唱会 再次看到刘备的魅力 这绝对不是演戏能演出来的 说到这边 破除了几个刘备假仁假义的说法 但还有最后一点 有人说刘备之前的行为没问题啦 然而他后来称王称帝 抓到了 这就是野心家啊 而且刘备称帝很狂哦 曹批篡汉好歹走过标准作业程序 由汉先帝刘备主动善让 曹批不得已勉强接受 再看看刘备是怎么做的 刘备直接对外宣称 汉帝已死 汉朝由我来守护 诶可是刘备还活着啊 刘备太坏了吧 事情是这样的 蜀汉距离中央朝廷遥远 当时有传言说皇帝遇害 无论是真是假 这件事先摆一边啦 刘备称帝当然也跑过基本流程 由群臣上表 写出曹家的恶行 找出各种吉祥的征兆 基本上这种官方文章都是废话 不必翻译 重点只有一个 就是你有没有正统的理由 刘备称汉宗王与称帝时 无论是众臣联名上表 或是以刘备的名字上表 写到曹操父子的罪状 可以看到淹灭汉事 迫害忠良 这些关键字 曹操杀刘夕的皇后 杀皇子的事情 更是被拿出来讲了三次 刘备集团知道这是对方的弱点 当然要狠狠地打 死命攻击 当年的一代赵事件 董承反抗曹操 于是曹操出杀董承 跟董承的女儿董贵人 还不止这样哦 曹操后来又废掉留邪的正宫 浮皇后 杀害浮后一家 两位皇子也都遇害 哇曹操根本比皇帝还大啊 自从独掌大权后 曹操越来越不像当初 起兵救国的那个曹操 只要不顺从他的人 都没有好下场 连寻遇 崔岩等重臣都是如此 所以说刘备主张曹家父子 是篡道的反派 打击他们的弱点 这完全说得通 至于曹批称帝时 是否逼死了汉宪帝 并不是那么重要 蜀汉得到皇帝遇害的消息 就算是假新闻又如何 反正善让本来就是曹批 自导自演的闹剧 要演大家一起演 刘备当然可以换上戏服 演一波哭戏 刘备绝对有野心 有演技 这是事实 但他的路线非常明确 就是跟曹卫对抗 而且放眼天下 确实只有刘备能够站出来 他称王称帝 比东边那个吴大帝合理十万倍 根本没什么好骂的 讲完了刘备 我们再来看看曹操 如果要质疑曹操 最常拿来说的 肯定是曹操跟汉室的矛盾 前面已经讲了不少 曹操对待皇帝的态度 怎么看都不是正常的臣子 曹操的权力实在太大了 难道以前没有人讲话吗 当然有 曹操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 让献自明本智利 就是回答别人对他的质疑 这篇文章有一千多字 白话文精简版就是 我最初举一兵 只是想当个好人 但如果叫我把兵权还回去 我就没有力量当好人了 我最初戴上权力戒指 只是为了当英雄 但如果叫我把戒指拿下来 我就没办法当大家的英雄了 听起来像鬼打枪 但观众自己看就知道 原文真的就是鬼打枪 而且充满笑点跟吐槽点 不过这正是曹操可爱的地方吧 曹操说 我年轻时举笑脸 后来做了将军 都是希望为国家讨贼立功 将来在我死的时候 墓上写着 大汉的正熙将军曹侯 这就是我的志向 好先不要笑曹操 这只是第一段的铺陈 曹操接下来继续说明 他想安分当个臣子 谁知道南方元素图谋不轨 刘彪也抱藏祸心 更别说强大的元少了 他只好竭尽所能去平天下 其实他不想当丞相 不想要那么多权力 这都是不得已的啊 曹操甚至说 他跟元少对战 并不认为自己会赢 但为了国家而战 为了大义而死 也是一件好事啊 我快不认识曹操了 这位悲情的忠诚到底是谁 这整篇文字都有点浮夸啦 让我们再看看结尾 曹操说他为国征战 造平叛乱 这并不是靠他一人之力 而是天助汉士 而现在天下还没有完全平静 他没办法让位 但是丰益领土的部分 他可以让出来 曹操退还了几个县 所以文章叫 《让县自明本制令》 最有趣的地方来了 这篇文章写于建安15年 各位知道两年后发生什么事吗? 建安17年 天子命曹操可以配件穿鞋上殿 跟过去的萧和一样享有特权 18年 天子命曹操为卫公 所谓天子的话就是曹操的话啦 曹操成为卫公加酒席 并且大大增加领地 诶 等一下 你刚才让线是让假的吗? 如果抓着那篇文章 对照曹操的所作所为 看起来就是啪啪啪 自己疯狂打自己的脸 但我讲这么多 不是为了要取笑曹操哦 如果看懂《让县自明本制令》 大概就看懂了曹操这个人 其实文中不断出现两个关键字 各位发现了吗? 一个是汉城 一个是权力 为什么整篇文章看起来鬼打枪? 因为当汉城遇上权力 就是无解的矛盾啊 曹操说天下未定 我把兵权交出去 不是摆明让其他人杀我吗? 我可以放弃权力啊 但这样一来 我和子孙将被谋害 天下也会大乱啊 在某种程度上 曹操确实说出了内心话 他一开始举兵 并不是为了权位 这是真的 然而他后来 已经放不下权位 这也是真的 就像他文章中的那句名言 设使国家无有辜 不知当几人称帝 几人称王 做个总结 在曹操跟刘备心中 说不定他们都真心认为自己在旷扶汉室 并不是演戏啊 就像刘秀带兵平定天下建立东汉 这个汉朝也是新的汉朝 一个汉室各自表述 我们今天看起来 会觉得曹操吃相不好看 刘备也是摇跪鸡赛力 但这是因为古今价值观不同 在既定的游戏规则下 他们匡扶的是他们心目中的汉室 身为刘皇叔粉丝 最后我还是得讲一下 很多人说刘备是魏君子 曹操才是真性情的英雄 嗯...这实在没道理 他们两人都有演技跟手段 这点是肯定的 曹操想当魏公魏王 经过一番挣扎 更别说当皇帝了 我是真的觉得曹操有点可爱啊 他明明比皇帝还威风 却还是得小心翼翼 而刘备称王 称帝 完全不眨一下眼睛 也不必跟属下闹翻 我倒觉得曹操的一生 才是套上了沉重的枷锁 如果时光倒转 我最喜欢的时刻 大概就是刘备短暂投靠曹操时 说不定那也是曹操最怀念的时刻 两人足久论英雄 两大影帝同台标系 当时两人的眼睛中 应该都闪耀着光芒吧 我认为那是乱世中最有意思的一幕 那么你最想回到三国的哪个时刻呢 现在就进入三国制战略版的世界 穿越回三国当军王 你可以寻访将才 组成属于自己的豪华明星队 游戏中有壮观的城池 拟伸的地形 在征战方面 山川河流等地势都能够自由运用 你可以利用山地屏障 战具有力的地形迎战 也可以占领渡口防守 让河流挡住敌军 写实细腻的战场 让作战策略变得更为丰富 本作主打战争要素 玩家可以及时指挥部队 声东及西截击敌军 除了单打独斗 更能够号召同盟盟友一起攻城 有丹有谋有兄弟 由林书豪代言的三国制战略版 等你一起来举兵响应 今天的故事说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部影片 欢迎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 收看更多精彩故事 你的订阅按赞留言 就是我创作最大的动力 我是说出人刘裕 我们下次见